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歡迎來到GG Channel 今集這件事簡直是半導體晶片界的大新聞 這件事是一個GG國情、GG事件 亦是一個GG人物 就是中國最重要的半導體晶片公司 中芯國際超級無敵大地震 三個領導層全部改組 全部退出董事會 大家知道一間公司 董事會是負責做最後決策的 執行董事會可以承諾一個 例如CEO 一些不同的職位 但主要是董事局 董事局本身有三個人 一個叫蔣尚義 一個叫梁孟聪和陽光呂 三個都是世界上現在最厲害的半導體公司 台積電的前高層 全部退出董事會 這個人事大調動 令到中芯的股價 今天 不是昨天 曾經 閃崩過 又不是跌很多 跌6% 曾經跌到22元穿過 現在是22.6元 為何不是跌那麼多呢 我覺得這隻股 也是死股 其實經意變成了 你看看它 由曾經44.8元 就是中國灌頂全攻 要將這個中芯 變成世界 要自給自足 是嗎 要晶片自給自足 滾下去 滾到四下幾幾 跟著 跟著就變成死股了 跟著就變成死股了 OK 好了 給大家一些基本資料 首先 有些網友 可能不是很留意這些科技新聞 或者金融新聞 先解釋 全世界現在最重要的儀器 或者最尖端的儀器 譬如說 最厲害的電動車 或者你用的iPhone 或者電腦 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是半導 是晶片 晶片就像人的大腦一樣 你沒有一粒晶片 就真的浪費了 所以 設計晶片的公司很重要 世界上最最高級的公司 包括AMD NVIDIA CoinCom BordCom 這些都是設計晶片的 問題就是 設計晶片就像一個廚師 去想一個 廚師 應該是一個設計餐單的人 這個餐單的個人很重要 但做出來的是更加重要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 很厲害的設計晶片的公司 但是 要講到怎樣做出來 這個就叫做晶圓代工 什麼意思 就是人家要把晶片設計圖給你 你就要把晶片做出來才行 做出來才行 怎樣做法 晶片 其實大家看到晶片是很小塊的 很小塊 怎樣做出來 這個圓材料就叫做晶或者叫龜 晶或者叫龜 大家可能聽過多晶龜 或者矽谷 其實是同一個東西 這個晶或者矽 我們習慣了叫矽谷 就是矽 就變成一顆柱 變成一顆柱 這個就叫做晶圓 這個晶圓之後 大家會幻想一條大香腸 就是用這種叫做 Silicon 這個原材料 做一顆柱出來之後 就像香腸一樣 片片片片片 片到pizza 以這個pizza 就會將晶片設計圖打下去 變成一塊塊的晶片再切割出來 這是世界上現在最高端極電的技術之一 其中用一個量度有多精密 就會有多小的納米 有多小的納米 大家简单理解就是越小就越厉害 現在最厉害的就是7納米 但其實現在已經有5納米 最新的iPhone 13就用5納米 全世界最強的晶圓代工廠就是台積電 台灣的台積電 佔全世界的晶圓代工差不多四五成的視線率 還有什麼晶圓代工呢 第二件是三星 第三件是Intel 但其實已經有一些距離 第四聯發科也是台灣的等等 當中美戰開始展開的時候 就開始有一種技術的貿易戰或者技術禁運 當美國開始發現不行 我們要開始認真面對中國的對手 那時候就展開一些技術禁運 最厲害的技術 或者牽涉美國專利的技術 我不可以輸出給你中國了 原因有二 第一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你的公司 你說是民企 背後是軍方的 而他覺得軍方是直接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 例如華為 例如未來的小米 所以發現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沒有晶片 所以當中國沒有晶片法 就是最高端 因為一塊晶片有很多技術 一塊晶片 裡面有牽涉很多不同的專利技術 其中有些是美國 有些是台灣 日本 歐洲 到處都有 你要用那塊晶片 就要給它專利費 現在美國就說 只要你這塊晶片裡面 牽涉兩三成的技術 是美國的話 不可以讓它出口去中國 中國就沒有晶片了 沒有晶片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當世界不斷地進步的時候 你就停在這裏 你就停在這裏 中國就面對沒有晶片的問題 當你沒有晶片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你做到有火箭、飛機、大炮 全部都沒有用 甚至快到運算都出現問題 所以你看到華為 基本上是掛柴的 因為華為曾經做了一塊很厲害的晶片 叫麒麟晶片 他找一個麒麟晶片 找哪家做呢 最後還是要找抵積電 當抵積電 不能夠幫它做的時候 沒有了 怎麼勁都沒有用 所以中國就要自己研發 半導體晶片的晶圓代工 其中最勁的就是中芯 中芯 亦都被人覺得 那時候就吹得很厲害 又說 很快要超越 很快要超越 半導體晶片的晶圓代工 是一件很難很難的事 對 其實有一篇妙文 其實這裏可以讀一下 這裏可以之後再補充一下 有個賤頭皮叫做湯文亮 湯文亮竟然說 他說台積電 因為那時候美國突然說要所有晶片公司交出數據 他說台積電這些都不賺錢 他只不過是做一些原料加工 證明這個人真是智障 他有本事 湯文亮知道 他現在是一個地產界的猛人 為什麼猛人呢 因為跟著他姐姐賺錢 他曾經 他家親戚是廖創興的 但他最早是去澳門 澳門跟過 好像霍英東還是誰 好像再再早一點 跟過澳門賭界的前輩 結果學倒學不成 跟著學銀行搞不成 最後就很厲害 媽媽姐的車邊 就炒了地產 就發了搭 以為自己很懂很多東西 就說出這麼弱智的東西 就說台積電只是原料加工 你不要當它是東莞廠 原料加工 他說原料加工這些都不是賺很多錢 台積電大哥 在賺每季幾十億美金 的一間晶圓代工廠 現在全世界最尖端的晶片 都是要問他 真是笑死人 所以 你怎麼做到這麼精密呢 當一件事做到這麼精密 是牽涉到很多東西 第一 就是整間公司的紀律 甚至去到那個人 去到那個管理 然後去到那個文化 例如日本 為什麼日本做這些東西這麼精密呢 為什麼日本的車廠可以突然打贏了呢 就是他曾經有一個傳說 一個故事 就是說 只要有整條生產線 有任何一個人覺得有問題 就是他 立即整條生產線 整條生產線 這會令公司損失很多錢 但是他就要準確精密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相信日本的東西呢 就是這樣 台灣也有一點 承傳日本的文化 在這方面可能有一點文化 然後再加上當然是張忠謀的管理 而且還要一連串下游鏈的配套 你絕對要一個無菌質的技術 你要一些靜水 是整條鏈配合了 你才能夠做到這麼尖端的晶圓代工 所以我再重申一次 晶圓代工是全世界最尖端的科技之一 最尖端的就是台灣 所以為什麼台灣這麼重要 好了 講到這麼長遠 我們就回到中心那裡 所以中國當這個 一百年開始 發覺不夠晶片 他第一件事做 當然是 快點把市場上所有的晶片 第二件事做 快點把所有技術 OK 第三件事 就要 挖人回來 挖人回來 做什麼呢 就是 如何在中國本土以來 就開始研發晶圓代工 這件事 因為設計晶片的圖 就可以露粒 我不是說中國露粒 只是可以露粒 但是露粒了餐單 你也要廚房做得來才行 就是這樣 好了 那就來了 OK 正正在2017年的時候 梁孟松就加入了中心 梁孟松是何其人物呢 梁孟松也算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他曾經在台積電裏做研發 他曾經幫台積電的研發團隊 基本上打爆了智行的技術 打爆了IBM 在大約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令台積電變成差不多一級的晶圓代工廠 那時候的研發隊伍有兩個人 為首大家記住這個名字 第一個就叫做 第一個就叫做蔣尚義 不是林尚義 蔣尚義就是右邊的年紀大一點 也都人稱蔣巴 你當是一個韓磚來的 還有第二號人物 就是梁孟松 就是左邊這個 就是左邊這個 OK 梁孟松在1992年進入台積電 非常之出色 非常之厲害 好了 2006年的時候 蔣尚義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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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孟松想著 以我的風功偉業 當然是我接受 誰知不是給他 於是在人事方面 令到他退下來了 我覺得這樣 你可以說是 不過這個不要扯開了 總之他很不扯 很不扯就走了 那時候三星馬上掛了他 三星馬上掛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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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令到三星馬上掛了他 也令到三星馬上掛了他 但是那時候 台積電就告他 就說你拿著一大堆專利 就過去幫三星馬上掛了他 賣機密 最後 是台積電贏的 梁孟松是敗數的 所以看到梁孟松這個人 是有一點點 我不敢說 總之他可能對於自己的成就 你可以說他心胸問題也好 想法問題也好 總之台積電他不得意之下 他就走了偏風 好了 不要緊 當他不可以幫三星馬上繼續做 因為敗數 中芯國際就找他回來 中芯國際就是2017年找他做 因為他時是三星馬上有人物 台積電有人物 就立了一大堆工程師去中芯 這樣就令到中芯突飛猛盡 當然 你找一個懂事來搞 當然搞得快很多 為什麼中國發展晶片半導體的進程這麼慢 因為晶圓代工是一樣 不能偷布的技術 很多東西可以偷布 中國是很強項的 技術轉移 Reverse Engineering 看了你的東西拆掉之後 你怎樣做出來 很多東西在設計上 可以偷布 晶圓代工不能偷布 因為每一個步驟 都要很精密很仔細 做很多研發 對於一個 不是講將來 不是講 按部就班的文化 就做不到 但是梁錦松尼主導整個研發 令到中芯突飛猛盡 突飛猛盡 終於在前年做到14納米 前年做到14納米 這個技術的問題 這個時候 中芯做了一件事 算不算是 令到他 賣下了這個 糟糕的 現在還未到糟糕的 叫做人事分裂的伏線 他中芯國際找了退休 那時不是退休 那時不是退休 那時是 在第二間公司 做過第二間公司 待會講講那間公司 經典的蔣尚義 先講一次 蔣尚義和梁孟松 曾經在台積電上立下封工委業 但蔣尚義退下來的時候 梁孟松不能夠接大位 所以他就走在Samsung 所以梁孟松和蔣尚義 當然是有問題 竟然中芯找回蔣尚義 和梁孟松做雙核心 雙人大隊 這件事是否好笑 當然不合理 蔣尚義 基本上 梁孟松知道這個消息 就馬上不老 我幾十年前 我就是暈倒你 接著我就沒得抓飛 現在你又上來空降給我 對吧 所以你看到這間中芯的管理 就是一堆屁股 好了 最後拆掉了數 當然了 這些是國家安全的 中央出手 先做住 好了 剛好 做了一年都未夠 全部退出管理層 講這件事之前 我再講講蔣尚義 話風一轉 再講講蔣尚義 他究竟離開了 退休了 在台積電退休之後 做過什麼呢 就牽涉到這間 中國的其中一個大騙局之一 話說 中國要大力發展半導體晶片 這個晶圓代工 不行 因為沒有晶片是很嚴重的 告訴你 是很嚴重的 於是就審了很多錢 搞半導體晶片 好了 其中有一間公司 就跑了出來 其實不單是一間公司 其實是九萬多間 因為每個人都拿著 做半導體晶片 就可以夾水 這個叫全民大煉晶 就是大煉鋼的2.0 所以你發覺 這個制度沒有變 系統沒有變 文化沒有變 是一樣的 是嗎 你叫國家搞晶片 老虎都搞晶片 你叫大家都搞晶片 賣菜都搞晶片 為什麼 有些拿分證 你說是不是 說到這麼壞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間經典公司 當然是倒閉了 宏心 這間就厲害了 這間宏心 跟大家介紹一下 宏心是什麼人負責 後面有三個人 一個叫做龍偉 一個叫曹山 一個叫李雪嚴 什麼人的名字 不要太重要 其中一個叫曹山 他自稱自己曾經做過台積電的副總裁 出來認屍認屁 其實三個都沒有做過半導體 三個都沒有做過半導體 就去搞一間半導體公司 是不是很勵志 這個故事 是不是很勵志 他在那裏呢 他在那裏呢 在武漢 又在武漢 就叫武漢弘心 他註冊了很多公司 講了自己技術很厲害 很多背景 就跟地方政府合作 OK 他呢 就成立了一間 17年的時候 他成立了一間 這樣的公司 跟著呢 就跟武漢的東西湖區政府成立 弘心 19年3月 弘心在政府拿了80億的投資 這件事其實就好 一點都不稀奇 只不過是舊走新平 中央指示說要搞半導體晶片 圈地是一種投資 但是 跟市政府 地方政府搞半導體晶片 第一件事 衛衛 論功行上 第二呢 你可以拿分定 好了 開完之後 開始來了 這間的弘心 當然是老千 當然是騙局 他就找了蔣尚義進來 找了蔣尚義進來 19年就加入武漢民生 OK 那時候蔣尚義呢 其實現在你證明蔣尚義是一個 其實他是一個研發友 他是一個Tag友 我不知道他是不懂政治還是怎樣 很有機會是 或者不知道 不懂看時局 他真的以為 這些中國的公司 真的有心想搞晶片 好了 他就說 我出山了 你才好容易哄 掌霸 掌霸 要靠你 好了 他可能也想再闖高峰 結果 就用他人脈 找了很多工程師過去 還有最重要 最重要 頒了一部 光刻機 光刻機 有什麼用 光刻機是做晶圓晶片 其中一個最最最最重要的儀器 現在叫極紫愛光光機 首先上文講到 如果大家沒有記錯的話 那顆晶圓 那顆大香腸 你不是要切開 變成成 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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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顆晶片鐵設計圖 由於這麼小 怎麼射下去 就用極紫愛光刻機 射來光刻機 光刻下去的機 全世界只有一間公司 做到的 就叫ASML 荷蘭公司 我也有買過股票 所以 當你沒有晶圓代工 你沒有光刻機 你做一條毛嗎 好了 這個蔣巴 憑他人脈 就在街上 搬了一部 他不是搬了一部極紫愛光刻機 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 只是搬了一部 光刻機 也好過沒有 也好過沒有 他搬了一部光刻機 回來 他搬了一部DUV 不是EUV 就是深紫愛光 就是極紫愛光 等達都好過沒有 這間公司當然不是做事 去到2020年頭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部極光刻機 是你的命脈 還不是你武漢榮心的命脈 那時候武漢榮心很厲害 武漢榮心的時候 很厲害 讓我找回他的宣傳 總之那時候武漢榮心聲稱自己將會成為全中國最厲害的晶圓代工公司 拿了一部光刻機之後 搞了一部光刻機入廠儀式 然後標題寫著 弘心有個掌上義掌巴帶來光刻機 整個中國本土體 吹到天花龍鳳 當然了 看在眼裡 笑在心裡 這部這麼重要的光刻機 在去年的年初 當作武漢榮村商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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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個是你這麼重要的光刻機 這會顯示幾件事 如果是這麼重要 因為你沒有光刻機 你是做不到的 你按了一部機 第一件事 根本就不是做事 第二件事 你真的很不行 你想想 你要當成最重要的事 例如我找食器的電腦 我練這部電腦要當成一部隊 爛頭 於是成為了千億大騙局 好了 好了 2020年 先看看 今年的3月 就執勾了一粒 武漢民心 炒了多少人 好了 講到這裏 接著 這間中心 找了蔣尚義回去 去搞這個晶片研發 其實 是不是跟這個技術有關 不是 是希望靠蔣尚義的人物 能夠頒導 極致外光刻機 結果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 傻的 好了 接著 所以 傳出 傳出也說 蔣尚義有些想法 基本上在中心全部被禁止了 OK 發展到今天 蔣尚義辭職 辭職 梁孟松 辭任董事 楊光呂辭任董事 楊光呂曾經是台積電的研發處長 所以 這裏 其實是毫不意外 毫不意外 你不是說人就能搞定 為何蔣尚義在這個 陀積電發光發熱 來到宏森變成一個騙案 又是問題 又是制度 又是文化 晶片半導體 是一種無法急功近 無法偷騙怪騙 你是要一步一腳印的耕耘出來 沒得搞 是嗎 你要想很簡單 中心當然是中央給了很多錢 你要交貨才行 我問你 何時有七納米 何時有七納米 做不做到 何時量產到 開始不夠晶片用 交不了錢 即是你說不出事 那我就沒有理由叫你再做董事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宗 晶片大震盪 中國的所謂中心國際 所謂人稱中國心 三大管理層 齊齊退下董事局 那 究竟會怎樣呢 是嗎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了 下一集的GChannel的節目 再給大家見面 Thank you 多謝你的支持 繼續留言和like Thank you 拜拜